刘国梁将球台让给刘宪华,黄磊接下来的动作太暖心了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,网友们对运动员们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,运动能力满分的他们在幽默感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最新一期的向往的生活就请来了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和韩天宇,还有一位已经退役但是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的国拼教练刘国梁。 因为刘国梁的到来,饭后的摩古屋举行了摩古屋第一届乒乓球大赛,让球的刘指导排名一度垫底,不过,他稍微一认真就夺回了第一名的位置。 被刘指导点名的武大靖说自己不会打乒乓球,然后他开始了新玩法口技乒乓,随后刘宪华也加入了战斗。 黄磊就说让年轻人们来玩一把,然后刘国梁就自动将场地让给了刘宪华,不过,刘指导的镜头感没有那么强,他退出的场地的方向是摄像机的位置,所以,他走到了镜头的外面。 此时的其他人都沉浸在口技乒乓的新鲜感中,刘宪华一直在和武大靖说自己懂了规则,和炯鹏玉唱和韩天宇一直盯着球场上的两位,所以,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已经退到镜头外面的刘指导。 幸好,黄磊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刘国梁,有着丰富真人秀经验的黄磊自然知道刘指导没有了镜头,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就叫刘国梁来观战区,从动态图上能很明显地看到黄磊的一系列动作。 黄磊的举动真的很圈粉。黄磊在蘑菇屋不仅是厨艺担当,还是一位真正的家长。 很多网友都说黄磊和何炯带着彭玉唱刘宪华两个孩子参加节目,但是很多时候却是黄磊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。 想必大家也都注意到了,每次做完饭之后,黄磊几乎都是最后一个吃的人。 在本期烧烤的时候这个现象更为明显。 已经为晚上的烧烤准备了一下午的黄磊,并没有和大家做到一起开心的撸串,其他人坐在饭桌前开心的吃吃喝喝的时候,黄磊一个人坐在旁边的烧烤架依然在忙碌。 从节目中也可以看到现场的烟很大。 在吃完饭之后,其他人都在院子里准备饭后活动,黄磊一个人去屋里穿着围裙继续忙碌,直到何炯呼唤他出来看球赛。 他才脱下围裙和大家一起娱乐。 而且,在看球赛的时候也能发现黄磊的整张脸被烟熏的依然是通红的状态。 都说何炯是演艺圈里的人精,其实,和黄磊比起来,何炯也要甘拜下风,就算是一边忙着烧烤,黄磊也依然可以说出一番让人听了很舒服的大道理。 黄磊在节目中的暖心举动太多,这不仅是因为他心系,更是一种休养。